理論上是在,今天的話是第五次上課 所以一樣我會把每一次上課錄影放在論壇裡面 然後回去的話,反正一樣的動作 如果你假設有加進來的話,理論上應該會收到mail 如果那個mail沒有被轉到那個垃圾信件的話 那應該會收到這一封信件 那也就是說上個禮拜總共我們有八段影片 那裡面的重點大概不外乎就是說猜數字遊戲 那當然呢,上上禮拜是無限次猜 如果要改成只能猜三次的話 那我有講到,你可以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把回圈,由壞回圈改成for回圈 for i in range,arrange的話呢就是你只能跑1,2,3到4就停下來了 或者是另外的話,你可以再增加一個變數 比如說c好了,預測值等於0 那如果你每猜一次,就把那個c的值加1,存回去 加1,存回去 那等到c的值,假如是已經等於3的話 或大於等於3的時候 那就當然就離開這個,也不能猜嘛 就離開這個回圈 那離開回圈的話 通常會用一個語法就是break 把那個回圈給break掉 有沒有,那當然兩個方法都ok 不過呢,寫下來的程式好像for回圈相對的會比較簡短一些些 ok,那但是用那個就是加一個變數 判斷它的數值,那相對會比較直覺 所以至於要怎麼寫 有時候看,當然主要還是以你個人的習慣 盡量就是用自己的習慣去寫,比較不會寫錯 ok,然後的話呢 底下的話當然我們就是在把那個猜數字遊戲 改成vba 所以在我們的那個雲端上面其實就是有一段 程式呢,把那個猜數字遊戲轉換成vba的對照 當然主要是讓大家了解 比如說在Python裡面用file回圈的時候 如果我改成用vba來寫的話 那要怎麼寫 有沒有,那其實裡面就是多一個 把file改成dofile 但是vba下方還要多一個loop 也就是它有個頭有個尾 對,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我們有多個練習,例如就是mence CAI 這個地方的話,也就是說練習 把英文的單字 那個月份的部分 轉換成幾月份的一個練習 有點像是中翻音、音音翻中的那種單字練習 然後裡面可能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多增加一個所謂的串列 因為呢我們會需要把那個1到12月份的單字 放一個地方 放在資料裡面 那這個資料應該怎麼放比較容易一些 所以在Python裡面 有一種資料型態 叫做串列 那這個串列的話,你可以想像成 就類似像什麼 類似像Excel裡面的一個欄 一個清單的意思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你要放資料的話 當然在Excel比較容易一點 就是你一直循序A1、A2一直往下放 可是呢在Python裡面 串列的形態有點類似像這樣 你就變成你要建一個變數 那就把資料分別放進去 那放進去的方法 最重要就是你要記得那個 有一個叫append的方法 我們不是後來又練習了一個 就是輸入乘期 後來的話呢 輸入乘期部分 那假如說我今天分別 輸入一個不定成績 我不確定說我要輸入幾個 那我如果假設我一個需求 我希望能夠讓這個老師不斷輸入 輸入完呢 如果他確定不要再輸入的話 那再輸入-1就可以了 -1等於是一個結束的訊息 那我應該怎麼輸入成績 那上個禮拜有提到 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先建一個空的串列 然後呢再利用那個串列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append append的話 就是把我們要放的這個資料 把它放到這個串列裡面 一個一個把它放進去 那最後呢我是希望能夠先建立好這個串列之後 然後呢再產生幾個這個爆表的結果 包含就是說呢 這個輸入的到底有輸入幾個人 人數 人數的話呢 在python裡面有len 你可以把它算出人數 然後呢 總平均 總分 總分的話呢 在python裡面有sum 那平均的話 它沒有average 所以可以把總人數 總分除以總人數那就平均 那最高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max 最低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mini ok 那上個禮拜最後 又有講到有關那個讀取外戶檔案 也就是說呢 我們後來改成什麼了 把那個乘7 放在我們的 我是放C碟底下的python2022 就是 因為我把那個 我們的程式 點py的程式 輸入程式這個 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放在同樣路徑底下 會有一個叫eng.tst的一個檔案 那這個的話呢 等於是我們另外要安裝的啦 那我是直接呢 按右鍵 直接就輸入成績啦 按右鍵有沒有 然後新增 新增文字檔 然後把這個打開之後的話 裡面就輸入一串 這個成績 那成績中間加豆點 有點像CSV檔 那存完之後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 以後的話 就不需要說一個個慢慢輸入了啦 因為如果假設你 輸入大概三個五個還OK 可是假如說你這個成績數量非常龐大 可能全校有幾百上千人的話 那不得了啦 你光要打這個成績 就很浪費時間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怎麼樣 你乾脆喔 直接給我的檔案好了 那我直接把它讀到我的程式裡面 直接再做計算就可以了 OK 所以喔 上個禮拜最後是怎麼樣 我們需要學會哪些呢 第一個 我假設有個外戶一個檔案 點TSD檔 那我要如何把這個TST檔 直接讀到Python裡面 那讀進來之後要放哪裡 當然就放串列嘛 對齁 好那假設放在串列之後呢 我希望統計一下 到底喔 這邊總共有幾個學生的成績 幾個啦 數量有沒有 一樣嘛 你只要讀進來之後 那但是喔 你可能就把它放串列裡面 那串列的長度喔 也容易認同 就知道有幾個了 那總分的話呢 其實也是可以用一個什麼sum 有沒有 把這個串列裡面的成績 全部都幫我加總 就OK了 那平均也是一樣 最高也是一樣 但是喔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喔 因為你現在呢 假設你要讀取的話 讀到那個 我們把它當檔案讀取的話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讀的話喔 它會把它讀進來之後 那假設呢 我要做切割的話 可以用一個叫 自串裡面有個函數叫Splitter 有點像 以色列裡面的資料剖析 那那個Splitter 因為它是一個自串 等於是自串類的函數 所以呢 它切完之後 它不會把這裡面當數字來看待 而是把這裡面當什麼 當數字 它不是把它當數字 它是把它當文字喔 所以呢 後面喔 我們可能會需要做轉型的動作 那轉型要怎麼轉 OK 請各位呢 試著把上個禮拜的這個部分 稍微打開一下 輸入層級 那上個禮拜的那個程式嘛 再來第五個單元 所以各位如果要 查看上個禮拜的部分喔 可以到第五個單元裡面的第三頁啦 這個是輸入 這個是人工輸入的部分 程式在這裡 那底下的話就讀取檔案 OK 讀取檔案的話 實際上喔 程式不多 OK 那主要當然你需要有一個叫eng.tsd的檔案 一定要在根目錄底下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一個路徑喔 前面沒有什麼C冒號斜線 這一串東西有沒有 C冒號斜線 這個哪個直跌機的哪一個資料夾 那主要是因為喔 我是把它放在同一個路徑底下 那也就是所謂的相對路徑 就不需要 可是好像上個禮拜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那如果說喔 我的eng.tsd跟什麼 程式不是放在一個資料夾的話 那當然喔 你的路徑裡面就需要把什麼呢 你的那個磁貼機資料夾告訴它 這樣就OK了喔 所以呢 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呢 我們再把後面喔 外部讀取檔案 到那個 篡列 並且做計算喔 把它做一個說明 OK喔 所以請各位呢 先試著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重點 稍微回覆一下 並且喔 把 後面我們要提到的 有關這個檔案讀取喔 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會喔 我們就接著來看喔